武漢肺炎關鍵時期 其實洗手和戴口罩一樣重要 南投一位耳皮猴科醫師 分享美國一起實驗 有洗手跟沒洗手原來差這麼大 用吐司做實驗 沒被觸摸過的三週後 還很完整 沒洗手在三週後 整片吐司變黑色 滿部霉菌 有洗手沒洗手差很大 這裡還是要再呼籲一下 勤洗手來做保護 自我的動作也是很重要 醫師說疫情擴大 即便有戴口罩 但沒注意手的清潔 同樣可能中標 從手掌心到手背 食指 虎口 指縫 指尖 手腕像這樣清潔劑水洗 防菌抗病毒效果最好 醫師說如果不方便水洗 像是酒精類的噴劑或獅子精也行 就算效果沒有洗手來得好 但還是有防護 很多朋友可能覺得說 戴口罩就好了 他就不洗手 那一旦他覺得眼睛癢 扣鼻子 就會不自覺的把這些病毒 細菌帶到眼睛 透過黏膜 帶到鼻黏膜 傳染到生情裡面去 醫師強調出門在外 容易觸碰公共設施 手就會成為傳染途徑 要防堵疫情 口罩加勤洗手 缺一不可 記得曾偉祥聯名謝雲禎 南投採訪不到